- 現在看到台南真的是讓大家覺得黑幕重重 林氏捷的事件 他當街被殺 現在到了第三天了 結果呢 這個是台南為本命區的賴清德 我們現在的總統一句話都沒有說 人家說這個叫做 事出反常必有妖 為何如此的低調 低調到這種程度 你看看當初于北城那麼的感念 就是說他這個收到了死亡威脅而已 人家蔡英文 蘇貞昌 就已經特別請警政署長打電話來關心他 都還活著的情況下 都已經這麼的關懷 結果當街被殺的人賴清德到現在 一句話都沒有說 那對比一下當年2019年的時候 這個內政跟警政首長 還到高雄去坐鎮 那時候被視為卡罕 結果相對現在來說 賴清德你也太低調了吧 這樣子台南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你都可以這樣子臨危不亂 當作沒有看見嗎 人家說這叫做一種光速切割刀 因為人家講說 這是這一位 這個林士傑 是不是跟賴清德 是他的樁腳嗎 很熟嗎 那馬上就有很多人出來洗 比方說像是郭國文就反駁了這個大咖 樁腳的這個說法 那他說林士傑跟誰都很親近 其實地方人士大家都很清楚 那郭國文他現在是台南黨部主委 他說其實賴清德在台南擔任公職期間 那林士傑並不熟識也沒有私交 更不要說是什麼大咖樁腳 這叫做無機之談 那可是林士傑是賴清德子弟兵 他替這個邱莉莉 他是賴清德子弟兵邱莉莉的 算是幫他拉票的一個人 還涉入了會選案 但是現在卻撇得一干二淨 就像賴清德切割了邱莉莉 那再切一個林士傑又如何呢 那台南88槍那時候 賴清德不是走進校園 還問學生這個黃偉哲 郭再清是民進黨哪個團體啊 反正就是跟我無關的事情 我要先告訴你們 他們是別的派系的 跟我無關 就是遇到了問題要甩鍋的時候 是不是賴清德這個光速切割刀 就會拿出來呢 那的確啦 我們來用圖片來說話好了 其實黃偉哲跟林俊憲 之前都有被拍到 旁邊站著林士傑 這造勢的活動 這看起來也挺親近的 那2017年8月31號 這個安平林妓店的孤棚季 也看到賴清德跟林士傑 也都有同場出席嘛 那再來林士傑的女兒 來選市議員的時候 2022年10月29號 賴清德也就幫忙站台呀 到了2021年 其實當時林怡婷剛投入初選的時候 時空更倒轉一點 那時候林怡婷也是新系英系都認可的人選 當時新系英系也通通都站出來幫他這樣子 好像出來茶會的時候 站台一下 然後這個沖一個人氣 還有林士傑他自己本身開的這個 完結海鮮餐廳 2016年的時候 台南市的大家掌勢所 你賴清德還光臨 立臨完結海鮮會館 所以你現在在裝不熟 會不會有一點太過絕情一些 那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到底是誰在帶這個風向呢 因為林士傑很顯然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他有牽涉到這個邱莉莉事件裡面 射入好像會選案 可是現在警方是不是偵辦的方向 都告訴你一個新的方向 叫做好像有人要拖他 從安平港送來一批貨 他拒絕了 所以把他帶向說 好像是仇殺事件 可是明明這幾個跟他牽涉到的案子 比方說會選案 光電案 這種利益更加的龐大 可能更會引起殺機 那所以到底是為了什麼要這樣子 轉移一下大家的這個目標呢 那是仇殺嗎 你看都相關的報導都出來 可能是拘殺有內情 是黑吃黑 走私黑吃黑 可能才是導火線 但是我們看一下 當時台南的槍擊案水有多深 這樣講說這個利潤高達91億 而且還是冰山一角 立陽光電案 涉途利91億元 郭載清爐渣案 獲利21億 那這個那時候英系的立陽能源總裁 古盛會他是牽涉其中 所以看起來利益更加龐大 但是現在警方卻是爭辦說 跟利益沒有關係 這是仇殺的事情 讓大家也覺得很奇怪 怎麼好像已經 方向已經是鎖定到 我們覺得好像反而可能性較小的 另一個方向去了 再來我們看一下 槍手是狂轟11槍 當街居殺了這個林仕傑 那林仕傑也是被EVC有報導 他就說他其實在江湖的背景跟人脈 還在台南成立了漢中會 那表面上看起來是宗教組織 但是組織內裡面有很多是 道上的兄弟在走動 PTT甚至也在討論說 這個英系有台南的黑道 堂口曝光了嗎 那這是蔡英文旗下打著英系招牌 在台灣各縣市黑金 黑道結盟 南部的頭號加盟主 就是黃偉哲集團 和他的88槍盧渣 郭再卿總幹事 土姬林仕傑 這個土姬原來是他的江湖稱號 林仕傑在台南成立了一個組織 叫做漢中會 中寫錯啦 中是這個中孝仁愛的漢中會 那他這樣子專門在吸收一些不法分子 來維視維光電利益 並且當這個英系的人頭黨員 而林仕傑是漢中會的董事長兼掌門人 在此聲明 這是PTT講的話 與本台本節目無關 我們要再次聲明一下 我們只是說有這個事情 但我們也是打上問號的 好 我們首先來問一下 鄭老師 鄭老師怎麼看 郭國雯講這話實在是太奇怪了 第一個 你又不是總統府發言人 你又不是賴清德的發言人 你講那種話 幫賴清德被撇清是幹什麼的 這個動作反而是很奇怪了 先不要說他的內容 根本不及分析 這個案子林仕傑被殺 我認為那個時機點跟那個手法 太奇怪了 為什麼 第一個這也是人命關天 而且是公然嚇殺手 嚇重手 砰砰砰 砰 砰那麼多槍 一定要刺他於事 重點是 大家不要忘記 前幾天 陳廷輝也是在台南 他剛被派系開除 你可以講說是個派系鬥爭 可是當時就引起注意 內部矛盾就已經上升 鄭國會把他開除 然後很快鄭文燦這個事情 全國矚目 大家都在非常關切的時候 都在關心這個到底涉及到 民進黨高層鬥爭 你有什麼樣的必要性 就算跟林仕傑真要把他幹掉 要選擇在這個時機嗎 就是台南 就是在現在最旺 大家這個火力燒得最旺的時候 你不是覺得說不合乎常理嗎 講不客氣一點 你晚個一個月 如果你在做這個案子 你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 馬上引起大家關切 這個時候變得民進黨壓力升高 非得破案不行 這是一個時機點 我覺得太奇怪了 另外是他這個手法 絕對專業 而且你看那個斷點又斷點 馬上跑到碼頭 看起來很有可能就跑掉 當然每一個殺人者 都想讓自己能夠脫身 讓自己能夠逍遙法外 但是這個案子這麼專業 後面有沒有其他更大的力量 那現在到底為什麼會 在這個時候用這麼樣直接 強而有力的手法 一定要置人於此 各種猜測就出來了 有人說因為他有黑道背景 那黑道背景是能恩怨嗎 說可能他會孕毒 或者是什麼一些 他有什麼漁會 農會 這些選舉利益 但是大家有問說 前面有爐渣的 有光電 整個台南市包括議長 全部就撿進去了 雖然他們被暫時判無罪 事情還沒了 這個是不是更大的 但是我覺得搞不好不只是這樣子 我剛剛前面講 在陳廷輝的案子 跟鄭文燦的案子的時候 會不會有更高的 因為當他們內部殺到火紅的時候 你看連鄭文燦這麼大哥 這麼大的大咖 今天都有可能被撂下馬來 那個政治鬥爭是殘酷 是下手之重 要置對方於死地 我剛剛講請朝而出要去護駕 已經來不及遮掩了 錢該掏就胎 那個重要的護航的都弄出來了 所以你一定可以知道說 統治階級內部那個矛盾 已經到了非常非常的尖銳 好 那會不會他們也來說 你如果真要讓我沒有活口之地 那我也跟你與死往後 那你讓我可能去坐牢 把我的政治前途搞掉 也可能讓人命要命 大家來 我認為說不定有到這個層次 那這個層次就不是什麼 這個林世傑的個人音樂 也不是地方派系之爭 也不是什麼 為這個一定程度的政治利益之爭 是高層的政治鬥爭 互相刀來見往 那就可怕了 所以你主持人一開始講 反常必有妖 那個妖到底在哪裡 那個妖到底多大一隻 我覺得不能等閒四隻 但我覺得破案機率恐怕太小了 找不到 那就後面有鬼吧 來 問董哥 大家知道林世傑在2018年 民進黨曾經提拚他選台南議員 那高票漏選 那四年後他找他女兒出來選 他女兒27歲 今年29歲 林怡婷在地方上 林世傑當然是一號人物 不但是江湖人物 而且頭頭面面 都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那他從來的政黨立場 當然就是挺民進黨 挺賴清德 賴清德現在當然撇清 那大家可以看到政治之良薄 林世傑其實印象很深刻 賴清德在台南市議會的政治夥伴 最貼心的是邱莉莉議長 六年前他前例挺邱莉莉 結果陳廷輝的妹妹 他們政國會六票跑了 然後加上郭雲朗去挺郭信良 結果郭信良當選 賴清德氣得要死 然後主張把這些人都開除 後來停田三年 大家可以看到 那台南現在有六席立委 除了陳廷輝政國會 王定宇 永元會 其他世襲都是賴清德的子弟兵 那個狗狗文 林進縣對不對 賴慧言 還有那個什麼錦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一個接一個 就知道賴清德在當地的實力都強 他可以要求六個立委 站起來跟所有人道歉 包括黃偉澤 就是說台南就是他的那個 那林怡錦 賴慧言 這些子弟兵全部都乖乖的 所以可以看到 賴清德在當地的影響力 可是你可以看到 賴清德意象就是這樣 出了事情就是北京 和我沒關係 可歌可泣 對 可歌可泣 還說是無稽之談 真好笑 他不曉得林士傑的綽號叫土稽嗎 無稽之談 有 土稽之談 是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做法 其實當地的人都覺得很不可思議 就什麼事情道理你就這樣 那時候你不是講跟郭再欽也不熟嗎 對不對 郭再欽當民進黨中指委 民進黨中指委有30個 今天可以看到賴清德的這種手法 讓人家覺得很悔於所思 可是賴清德這個事情 你會讓人家覺得說 奇怪台南過去是文化之都俯塵 那88槍以後 88槍是對一個鐵門開槍而已 沒有要自人以死 然後開槍這兩個傢伙就跑了 一個叫紅姑對不對 然後一個叫孔祥志 兩個人就跑了 跑了以後 中國大陸幫我們把他抓回來 然後判刑一個十年一個八年 然後他們賣給國民黨 所以那時候去大陸 我們那個廟的那個主委 有人支柱他叫王文忠 可是他是國民黨的 所以這個兇手是國民黨 結果網路拿出一堆 賴清德跟王文忠有多少接觸 碰到變成文忠兄 記不記得 所以你就什麼都要賠心 別人都拿得出資料 他就是這種樣子 那當然人家會覺得心寒 你要選票的時候 我們都是你的使命貼心裝腳 你不要票的時候 通通就賠心 那這個其實讓大家覺得說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知道 郭信 那郭再欽那時候的盧渣案 在賴清德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是不起訴的 檢察官問了環寶吉 環寶吉說這個是可以再生的 盧渣是可以再生的 後來里長很氣 這怎麼可以再生 誰有辦法讓他再生 那可以得洛貝爾物理獎 太厲害了 後來他們就前年選 九合一選舉又一直告 告了以後檢察官就去問大協 各大協的教授 說這個東西不能再生 這個是污染土地 所以把他起訴 上面寫 他撈了多少錢你知道嗎 21億6千萬 光一個爐渣就可以這樣了 然後賴清德說我跟他不熟 不熟 你看 熟不熟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在台南現在的虎城讓大家覺得 就怎麼會變成高潭氏 是不是 對 講反話不熟可能就是很熟 對啊 我覺得有時候政治人物 人性跟理性之間 其實中間有距離是OK的 但是對於一個已經走的人 不管他的方式是如何 其實你不必表現得這麼冷感 你要選舉的時候 誰都拉起手 凍蒜啊 這樣挺我的 但是今天有這個情形 你至少對家屬表達一句 覺得很遺憾 然後要把這兇手全部棄拿到案 更換你的家屬 還是你自己的民進黨的從政黨員 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 就人性跟感性的這部分 我覺得賴清德就顯得非常的 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 所以看得出來他很多的事情 就是選擇正義 只要是跟我自己是相關的 我的好朋友 就跟董哥講的爐渣案 跟我熟悉的人 出了事情就不坑一語 然後跟我是沒有相關 甚至敵對的 才在法院的審理當中 在起訴的過程當中的 譬如說像鄭文燦 不得不然 不得不然 不得不然就非辦到底 所以你看看 看起來就親疏遠近 可以就做不同程度的切割 你看然後現在網路上說 這個人又是陰系的 鄭文燦也是陰系的 然後之前上個禮拜五的陳廷飛 就說他最近的這兩三年 也比較偏向陰系 搞得好像是這些相關的 雖然三個不同的案子 不同的線 但是都說這跟陰系有關係 他試圖在網路上 在帶風向上面 在帶什麼呢 就是這些人 可能都是過去的一些 腐敗的 貪污的 搞這個政商關係的這些事情 然後跟我賴清騰的 一點關係都沒有 都是前朝 都是前朝的 那這部分會不會未來 這些的事情一點一點一點 累積到說 我要去清算前朝的某些事情 而且這個不過上任 兩個多元看得清楚 他對很多的 他既恨 既仇 既得很清楚 2019年 蔡英文怎麼去搞他的 我相信他到現在應該 歷歷在目吧 記憶如心吧 所以這些點點滴滴的人 特別是民進黨裡面 過去跟他作對的 或是私底下 拿一些不該拿東西的人 我覺得現在晚上都睡不著覺 都怕有一天檢察官 凌晨7點調查局 會不會按門鈴衝進去 或是走出家門的時候 被打一下 那種陰影感 所以我就覺得 光左翁太出來說他氣胸不夠 我覺得這個賴清騰的時候 要表達人性 最起碼對罹難的家屬 表達一些哀悼跟慰問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忙回來